我说,大爷,跟您识说了,拿着一百块钱呐,腌了,说实话了,没关系,钱财那身外之物,瞧瞧人这心胸,那这里有两封信,你帮我带一下,这个大的,是那给个儿子的,这个小的是你嫂子,给你二哥的,你帮我带一下,我说没问题,没问题,你交给我,这个,你可别差, 我看学,不会,不会,您放心吧,这里头没钱的事儿了,你这个装品不能给你钱,人家看得清楚,大爷,这样就没意思了,我看就有意思了,说的我还不好意思,你还有脸呢,简短接说,拿了信,上货车,回家去了,上了车,你说我也没带个游戏机,发了那本书, 你说我干嘛好呢,支音,支音越来越多了,现在啊,刀根的学坏了,我拆先看看,拆吧,先拆这大的,子儿,火,怎么了,有意思,画了一幅画,哦,你说说,像这边啊,画了一个水桶,倒扣在地上, 上面画了两个苍脸,我想甭问,这里有钱的事儿,对,有银子,银子嘛,酸老爷都跟我们说了,是吧,再往旁边看,一个大圈,一个小圈,大圈里头画一炮仗,炮仗知道吧,知道,过年简的时候一点,大,是吧,小圈里头画一残简, 对,残简知道,做四线的吧,我想,这又是什么意思呢,不明白,不明白,拆个这小的看看,死儿,真不落下,哇塞,那有什么呀,画的可热闹,就是说,信这边画了两只鸽子,一只鸭子,两只鸽子,一只鸭子,一共是四只鸽子,两只鸭子, 旁边画了一个大象,鼻子上面卷了口刀,这刀尖扎在鹅脖子上,把这鹅给扎死了,鹅脖子直流血,还挺红红,再往下看呢,画了一个脸偶,断开了以后呢,丝还连着,旁边割了一些小木炭,在底下是一小人穿着灰衬衫,牛仔裤,一手拿着一百块钱,一手拿条烟, 直奔二哥家去了,愁着未急的,二哥接过信,哎,谢谢您了,打开抽屉,打,关上,哎,您走吧,别走啊,别再,别再,别再,拆开看看,不是,我们家信里有,甭说你,拆开,有五块,有五块,好笑啊,不是,我们家信怎么能有你呢,拆开,拆开,看看,行,你别跟外人说去啊,打开这大的,有, 拆擒,拆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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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样的,怎么这么说呢,怎么说呢,你把这东西给我送到了呀,哦,哪写着了,是,我们深西人呢,玩这个苍蝇,它不叫藏蚨,知道,叫鹰子吗,对,哈哈哈,花点这个钱,也叫鹰子,这个我都知道, 你知道了 我们山西人叫个水桶 也不叫水桶 叫什么 叫水烧 你看这个水烧 扣着搁着上边放一两苍蝇 这是一句话 怎么讲 营炸 营炸 烧到了 挺好 那旁边那大碗小碗里头 搁一泡上里头搁一残碱 那是什么意思 那是我爸爸跟我说的 我想你啊 想的是查理斯范里想 呵 这饭碗里有一泡上 那就是范里想 大圈饭碗 小圈是茶碗 这么简直 这家真够恐怖的 也没给炸火几个牙 行了 别好那先放进去 行了您走吧 别想 主要是那个 这事关键 那个 那我媳妇 看了不好 甭废话 看看看看 看看 真不客气 行了你别跟外人说一下 打开了 二哥这眼味下来了 哟 怎么哭了呀 哎呀 二哥怎么哭了呢 你看看呀 这上面画了两只鸽子 一只鸭子 两只鸽子 一只鸭子 这是你嫂子在喊我呀 哥哥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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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样真没法说了 喊你也没给我说 是吧 不是 你再往旁边看啊 大象 鼻子里全把刀把这鹅给扎死了 鹅脖子直流血 跟前头连起来是一句话 哥哥呀 哥哥呀 想杀鹅了 想杀鹅了 哇 这个厉害 太神奇了 我说那象那藕断开了 丝还连着 旁边搁一小木炭 那是什么意思呢 你嫂子跟我说 她想过想的是 长丝短炭 哇 太精疲了 精疲 这个 那下面的小人 我玩家呢 穿着灰衬衫 留在个灰衣上 拿着一百块钱 一种拿出烟 嗨 那我儿子 偷我一百块钱买烟抽 我呀